哈喽 大家好 有美貓 宇智和宇晨大仙又来啦 上一期我们做了全程纯手工编制的不墓二号环 感谢宇宝宝们给去上期看 然后这一期呢 我们要来做这一款珍珠花的发夹 这种款是在咱们店里边受欢迎的 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 她先去的发夹的时候 就很喜欢加一个珍珠发夹 其实我们家已经还做过各种各样 漂亮的珍珠发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以后我还会给你们做各种各样好看的发夹 那么赶紧让我们来看一下 珍珠花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是一把第二步贴族宝村 这一个很多人以为是贝壳 它其实是故意养成这样的一型珍珠 穿一颗 拧几下 再穿一颗 再拧几下 第一层我们先做五颗 第二层做三颗 这样它就非常饱满 非常有层次感 又剩一个线 向下绑几下 还是用这一只线 穿上玉髓 同样的拧几下 穿上第二颗 拧几下 一共要穿五颗 然后再穿五颗小镜子 整个花的形状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绑几下 沿着花瓣的缝隙 上下左右都绑一下 其实经过我们这样绑了之后 这个花已经非常牢固了 最后两根线在背后拧几下 叉叉 拧紧收到里面 虽然这样已经很牢固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胶再固定一下 花上了胶 做完之后 把发夹上也 塗上胶 把花粘上去 等一段时间才会基本干 高弯 欣赏一下吧 真的好漂亮呀 其实呢 这个珍珠花 就是一个龙所的名 超简单的 也不知道你们学会了没有 这个珍珠花的做法 还真的是很少有人教 但今天也是特意穿了 这一身小飞花的连衣服 还搭配这款珍珠花的发夹 是不是特别的搭配 不过这一期 我们下一期还要做珍珠花 为什么还要做珍珠花 因为下一期我们要做珍珠花的演成版 也是一盘发夹 但是超奢华 不看你会后悔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确定不关注我吗 划着划着找不到我了 再见啦